大家好,我是文睿 从昨天到今天关于川习会的这个新闻特别特别多 我也看了很多 到了今天我觉得很多事情一点点沉淀下来了 很多事态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吧 我觉得有一点是几乎可以肯定的 大家可能不一定爱听 有一部分朋友 就是中国在这次川习会当中做出了非常大的让步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明确的一点 然后整个贸易谈判重启 然后几乎就回到了原点 这个也很明确了 但这个原点我还要再进一步澄清一下 所谓的这个原点 大家知道在4月5月初整个谈判破裂 当时就是因为90%以上的相关内容都已经谈妥了 然后中国政府要求重新谈 结果导致谈判破裂 那回到原点 我觉得目前整个大家的舆论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就是回到那个90%都谈妥的那一点 从那一点开始谈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这里面我们要讲一点 整个谈判好像回到了原点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整个中国 中国社会 中国民众 包括这个体制本身都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咱们可以一点点来盘点一下 首先川普把2000亿商品的关税 从10%加到了25% 这个是不会再回落下来了 这个已经是变成这个样子了 由此带来的影响非常巨大 大家都看到了 很多企业外企往外迁出 对吧 这样就会造成大量的失业 同时呢 大家也都看到了 就是这个很多资金在外流 就在5月初 5月中旬左右的时候 那时候我经常观测这个人民币汇率嘛 当时的感觉就是 好几次这个汇率都要冲破期了 然后呢 又被央行给拉下来了 就是拉锯站的当时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央行肯定消耗了大量的 这个美元外汇存底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当时也传出消息来 就是说 中国开始抛售美债 当然这个抛售美债 肯定不是为了报复美国了 它就是因为央行没有这个美金了 它要抛售美债 来缓解这个燃米之急 也就是说 导致了大量的外汇存底的这种消耗 然后呢 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 经济方面的这种冲击吧 对于整个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根本呢 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这是这个在经济层面的 然后呢 我们再谈谈这个华为 华为也受到了很大冲击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对华为的这种影响 应该说是这种伤筋动骨的呀 就是打成了这种内伤 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这影响太大了 大家都看到了 虽然 昨天我说好像对华为没有解禁 那个好像我说错了 应该是部分对华为已经开始解禁了 这是我觉得我看到的新闻里是比较 我目前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你说这个部分解禁和完全不解禁 其实差别不大 你对于比如说就做一个手机吧 你的这些核心零组件 十个核心零组件 对吧 我十个都不给你 还有我只给你五个 另外五个我不给你 这不是没什么太大区别呢 对吧 就像把一个人绑起来一样 全部绑起来 还是只把腿绑起来 这个区别是不大的 就算是你对华为全部解禁了 但是华为它受到的影响太大了 它的这种内伤啊 它想恢复 第一能不能恢复是一回事 即便是能恢复的话 它可能也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在未来的话呢 比如大家面对华为这个公司 面对华为的手机 咱们就以手机为例吧 但是华为的产品 现在它很多 咱们就以手机为例 就算是全部解禁了 它可以用谷歌的系统 用所有所有的 各个国家零组件 那个时候作为消费者来讲 你会选择华为手机吗 即便是华为手机做得很好 可能你也会心里犯嘀咕 过两年 美国再对华为制裁 到那个时候我的手机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其实这两个月 时间虽然不长 但是对华为的这种影响 影响太大了 可能是一种 没有办法逆转的这种影响 然后呢 除了对经济 对华为的影响 这种对华为的影响 它还有一种影响 就是什么 对于整个就是科技界 中国科技的冲击 包括甚至包括 对于中国民众 对中国科技实力的 这种信心的冲击 都会非常大 然后呢 在金融领域 金融领域虽然也是经济领域了 但是我就想把它 单独说一下 这个只是出漏端倪啊 就是美国计划 对这个浦发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包括涉及到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 进行这个金融制裁 前两期我也说了 这个事情 它出了端倪 其实对于整个中国的金融系统 也是有着非常大的冲击 然后再包括什么呢 就是这个3251关税这个问题 这个3251关税 美国包括特朗普这边 已经就是说说了 要无限期的推迟 无限期的就延长 这个就不提了 但这个事情 其实怎么讲 你可以从乐观的方面来看 就说你看 无限期推迟了吧 我们没有影响了 但是你还可以 从悲观的角度来看 什么叫无限期推迟 就是说远 我可以3年5年以后再加 但是近呢 我3天5天以后 3星期5星期以后 加也可以 因为它没有时间限制 你不像上次在阿根廷开会以后 美国明确提出了一个时间限制 就是3个月 对不对 你3个月的话呢 你就是想加 你已经说出来了 对不对 那你的手信用了 3个月之内你不能加 但是现在没有限期 你从悲观的角度来看 你根据川普那种性格来看的话 川普哪天一不高兴了 或者哪天一贪崩了 他有可能第二天就发个推文 剩下的3250亿文贵加关税 有可能 这种可能有没有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3250亿这个关税不加 它其实等于说是 挂在中国经济上面的一个定时炸弹 对吧 这个事情也是一个 这两个月产生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包括中国现在 开始很强硬 现在又软弱了 对不对 它整个的这个形象 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形象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包括这个体制 包括中国 中共 它在国外的这种 这个形象 它的这种影响力 对吧 也受到了很多的损失 也就是说什么呢 整个这两个月期间 不论是中国经济 中国民众 中国社会 中国的科技 包括中共这个体制本身 都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 这种影响 其实就是聊到这块 我就突然想起那个 就是经常 我就能想起这个 就是韩半岛 就是朝鲜半岛战争吧 当时 打了三年 对不对 非常惨烈 中国军队死了那么多人 死了那么多人 耗费了那么多的人力 物力 财力 花了那么多钱 最后 说是回到原点 事实上最后 朝鲜能够控制的领土的这个量 还没有在战争之前那么多了 就是反正缩小了 这个意思 现在整个情况就这样 你说 贸易战又回到了原点 但是你整个这个损失 特别特别大 损失太大了 如果当时能够顺利的就谈下来 签字了 那后面这些事情就没有了 2500亿也不用加了 华为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包括这3250亿可能提都不会提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就面临一个问责的问题 谁为这两个月以来 这么大的损失负责任 不论是在对于中国经济也好 对于中国人也好 包括对于中国这个体制也好 在中共的党内肯定会有人问责呀 那这个矛头不用我多说 大家肯定能想到 肯定就会指向习近平 对不对 这个事你怎么办 那当然有人说 习近平他很有权力 他很有权威 他没有人敢向他问责 这个我觉得不一定 因为什么呢 你说就像毛泽东吧 他权力比习近平 肯定大太多了 对不对 他在经历这个 三年的这个大饥荒以后 在62年的这个七千人大会上 这个大家可能多少了解 能够了解一点 对不对 还是有人会问责 当时我看的资料是这样 当时刘少奇就说了 这个三年的这个大饥荒 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当然了 有很多专家已经证实了 这个其实完全百分之百 就是人祸 但是刘少奇他那么说 他指的这个七分人祸是谁 不就说的毛泽东吗 对不对 包括后来我看到的内容是 资料是这样显示 就是包括彭真 邓小平 都对 毛泽东进行问责 包括那之前在庐山会议上 彭德怀也针对这个事情 对毛泽东问责 后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 做了不能说做深刻检讨 反正他做了一定的检讨 也就是说 以毛泽东这么有权威的一个人 有这么权力这么大的人 他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也会面临问责 那现在习近平跟毛泽东 他的这种权力 这个不用我多讲 大家能够感觉到这种差距 对不对 而且现在在整个中共党内的话 很多很多的人 是和习近平敌对的 不论是他们之间有仇也好 不论是自身利益受到伤害也好 总之他们是敌对的 这样的话 问责只是表面形式 报仇才是习近平敌对 世界的根本的一个目的 所以说很有可能发生这样 的事情 问责的事情 比如开车会呢 然后有人就站出来了 这两个月 这个事情 你看对中国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怎么办 对吧 别人就跟随声附和 比如说有那么一百多号人 其中一多半都站起来了 那这个事就不好办 所以呢 这是我想到的 然后有人说 哎呀 这个事情吧 这个答应美国重新谈判吧 就是为了拖时间 拖时间这个事吧 我也想好好讲一讲 就是说 那有人说了 昨天我也说了 拖时间 对吧 一旦美国开始进入这种大选模式 到那个时候呢 特朗普他也没有时间了 他也没有精力了 可能对于中国这个事 就争计之眼 逼之眼了 而且拖时间的过程当中呢 肯定有可能会发生一些转机 对不对 但是这个事情啊 你能想到 我能想到 那特朗普肯定也能想到 川普肯定也能想到 对不对 他的团队都是精英啊 他们也能想到 对不对 那他们会怎么想 从一方面来看 我们觉得啊 就很多中国人觉得这是中国政府的机会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川普肯定想了 哎呀 我马上就要大选了 可能再过几个月啊 我就没时间了 所以这个中国这个事啊 得赶快弄 必须赶快 越快越好 他肯定是这个思路 对不对 所以这个压力呢 就马上压向中国政府 压向习近平 而且要一个 有实质性的一个协议 要一个 有里程碑式的 有历史性的这样一个协议 这样的压力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认可 所以说呢 整个这个G20峰会啊 川习会结束以后 好像短时间获得了一个平静 但是习近平他 不论在国内面临党内的压力 还是在即将到来的 川普给他的压力 这个事情呢 在未来可能 还会引起很多很多的大的事情 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呢 其实吧 习近平他只要伸出体制内 他在体制内 他面临美国的这种贸易战 他怎么做都不行 你说你是答应川普的条件 对吧 那肯定就有人就会说你是卖国贼 对吧 说你投降 然后呢 你答应了这些条件以后呢 可能对中国民众是有好处的 但是对于这个体制 可能是没有好处的 会动摇这个体制的根本 对吧 比如说开放言 那个网络网络等等这些事情 那你强硬 强硬的话呢 这个也不行 这个关税啊 都加上来 对不对 那对中国经济的这个冲击很大 对这个体制 可能也会造成这种冲击 就是说你软也不行 你硬也不行 就包括这次 如果在G20峰会上 在川习会上 习近平表现的很强硬 那这个结果 其实回来可能也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党内可能也会问责 对吧 你看他马上 要是如果是很强硬的话 习近川普把3250亿的关税 一加中国经济 更加的雪上加霜 那这个时候呢 党内又会有人问责 对吧 就是党内他们很多人 他就是看习近平不顺眼 他就是你怎么做都不行 但是其实吧 在体制内好 我就在体制内讲 你软也好 要不你就一直软下去 要你硬呢 要不你就一直硬下去 就怕什么呢 一会软 一会硬 一会又软 一会又硬 就怕这一点 你这样做的话呢 最后结果就是什么呢 你两头都不是人 你既把中国经济 把这个关税都给加上来了 中国经济那个不好了 同时呢 你一软下来呢 又面临着一个 被人说你是这个 卖国贼的这样一种骂名 然后还有可能 动摇体制内的这个基础 对不对 等等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下下策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话 习近平他选择的就是这条道 总之我想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什么呢 他在体制内 他不论怎么做 他都很难施展 因为什么呢 美国的这个实力也太强大了 美国现在就是铁了心了 要跟你中国干 这样的时候他就不好办 所以说呢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 习近平他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跳出来 从体制跳出来 从体制外找力量去支持自己 主要是普通民众的这种支持 他才有可能 有希望 这就是我的观点 当然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观点 很多人对我非常 对我这个观点非常不屑 对我有很多攻击 甚至还这个骂我如何如何的 是我幼稚 能不能不能 其实这个就是我 我知道这种想法可能 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真的或许是很幼稚 但是我还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愿吧 因为什么呢 只有这样做才是对中国最好的 才是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最好的 普通老百姓承担的那种损失 才是最低的 在这个大时代的这种背景下 中国才能够最平顺的走过去 包括对于习近平本人也是最好 所以我总抱这样一种期待吧 当然你说历史这个事情吧 很难说 有的时候很难 很多事情吧 你觉得它不可能发生 你觉得完全不可能 但是我们学历史 你就会看到很多事情 它就那么发生了 对不对 这个东西很难讲啊 那你说习近平他哪天 他觉得确实是不行了 哎呀 怎么想 怎么抄怎么不行 确实是没办法 在党的压力太大了 那个时候 他没准备就被逼无奈 他就真的选择抛弃这个体制 然后依靠民众的力量 然后改变中国 这个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了 总之这个事情没到最后 可能我还会抱着这个论调 但是我的心呢 就是希望一般的民众少受到伤害 这就是我整个的这样一种感觉吧 然后呢 我还是那句话 现在整个看起来好像稍微平静了一点 但它只是一个更加的这种大的波动 到来之间的一个表面平静 不论是 刚才我讲在党内 在和美国的谈判过程当中 和美国这个谈判呢 肯定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一定会让中国政府焦头烂额的 因为习近川普的这些做法 大家也都看过了 一路都看过了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大家都能清楚的 所以说呢 在未来呢 肯定还会有这样 或者那样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 咱们呢 再一点点来聊 一点点来评述 好 今天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